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健康康哈哈哈哈五个哈很精准地读出来 哎呀谢谢谢谢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是他们都一直支持我 然后最最最希望就是我开心 然后不要太辛苦 对我也希望可以做到一直开心 不要太辛苦嘛我尽量 当然真的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 拜拜胖胖拜拜可以啦还是尽量不要胖胖 健健康康我尽量做到 所以非常谢谢他这么这么诚挚的希望跟祝福 那谢谢你 球球球球球球五个球 然后想知道哥哥有没有推荐的唱片呢 新专辑会不会出黑胶版本 哎呀想推想推荐的唱片 突然间啊 靳如吧靳如的新专辑 我也陪了我一段时间那可以推荐给大家进入的新专辑 会不会出黑胶版本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的 然后这个朋友说呢 问问哥哥最近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呀 有没有吃好睡好啊 有没有想我们 有没有好好休息我尽量 然后有没有吃好睡好 其实有的因为工作结束之后都累的一个不清不楚 所以睡觉这件事情是有睡的 睡多少就不知道了 有没有吃好有的 其实大家都不断的喂食我 因为大家都说我最近太瘦了 那我都尽量吃 然后有没有想你们呢 当然有啊 其实真的有想你们 这个朋友有点长哦 他说 05年第一次听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喜欢上哥哥的声音 完全不知道哥哥长什么样子 06年呢 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哥哥的美国心爱纯眠演唱会 听了只因为你 瞬间就喜欢上这个笑起来很阳光 很帅气 很温柔的男孩 人生当中唯一欣赏和喜欢的歌手 演员就是张栋梁 希望你可以开心的工作 开心的生活 又是一个希望我可以开开心心的 所以我当然要做到很开心啊 我会加油的 好这个朋友说 喜欢栋梁很早 在那个网路不发达的年代 每天跑到街角的音项店 问有没有张栋梁的卡带海报 看到娱乐杂志上 有一点点消息都会非常的珍惜记下来 想对栋梁说 你在披荆斩棘的努力 我们都看到了 谢谢你的全力以赴 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陪你一起披荆斩棘 等你的演唱会 我继续加油 让演唱会一直都是在我的规划 当中 希望很快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 我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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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加油